再去看一下杜鹃花 之前最早修建的那一盆杜鹃花 就长出了很多新枝条 感觉现在有点长得太多了 要稍微给它修建一下 就是这一盆 现在感觉它的株形都变得很丑了 大家看到没 之前它还是一个树形 还挺漂亮的 但是现在有些枝条实在是太长了 看这个枝条 而且它还有可能继续再往上长 所以现在就给它 可以说是修建一下 也可以说是打一下顶 这样的话它就会长得更圆 但是也不会有个别枝条太突出 这样这个株形真的是太丑了 这个杜鹃花的修建还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它也比较耐修建 就是把它剪成 集体看起来就不会太突兀 像现在就太突兀 这个这么高 那我就可以适当在这里剪一下 到时候这边上就会长出两个侧芽 这个也太高了 这个就是枝条长一点的就多剪一点 这个枝条短一点的就可以少剪一点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舒服多了 看到没有 整体还是比较协调的 是一个树形 等过阵子再看 如果它又有个别要突出的话 就把它灭了 因为这个杜鹃花它的花期也就那几个月 平时的话我们还是主要是观叶 其实它观叶的话也是挺漂亮的 所以这个株形就非常关键了 株形好看 看着都心里舒服 好了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